当地时间27号 热带气旋肯尼斯在莫桑比克持续肆虐 已造成至少5人遇难 在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莫桑比克北部地区 当地民众由于家园被摧毁 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热带气旋肯尼斯25号登陆莫桑比克北部地区 给当地带来强风暴雨 位于莫桑比克北部的伊博 彭巴和马克米亚等地 受肯尼斯影响最为严重 在莫桑比克北部的伊博地区 90%的房屋都被暴风雨摧毁 约1.5万人无家可归 在马克米亚街头一片狼藉 当地居民只能顶着强风暴雨入宿室外 27号由于担心热带气旋带来的强降雨 可能会进一步引发洪涝和山体滑坡 莫桑比克政府呼吁民众立即向安全地带撤离 目前莫桑比克政府已疏散了大约3万人 后续将根据天气情况继续疏散居民 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表示 预计肯尼斯所节降雨将持续数天 降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 联合国方面正帮助莫桑比克政府制定措施 以应对肯尼斯可能造成的危害